本以为随着新冠疫苗的到来 全球疫情有望得到控制 但随着病毒不断变异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对此 世卫组织官员给出了新冠大流行有望结束的新时间点 据媒体报道 日前 在日内瓦世卫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 新冠大流行非常有希望在2022年结束 玛丽亚表示 凭借现有防疫工具和防疫手段 此外 玛丽亚还指出 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存在于至少77个国家每地区 而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存在病例 但只是尚未检测到而已 而根据目前的研究数据显示 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速度已经超过了德尔塔毒株 但对奥密克戎毒株的研究仍然在早期阶段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 在大多数国家 住院和死亡的都是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因此 目前主要的事情仍然是为未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 目前 大约41个国家仍然无法为其10%的人口接种疫苗 98个国家尚未达到40% 发布图对于